好 各位同学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三千五百词汇书记 那么我们看一下今天我们要讲到的单词 第一个叫做Mountain 这个Mountain我们说表示什么呢 高山还可以表示许多大量 那么这个Mountain本身它就是山的意思 表示山的意思 后面这个AIN是个名词后缀 所以它除了表示高山 还只像山一样堆起来 雷起来 叫许多大量 叫做Mountain 来 我们看一下 比如说A Mountain Rescue Team 登山救援队或登山的营救队就可以了 下面A Mountain of Work 叫大量的 注意了A Mountain of 就是像山一样多的工作 叫大量的繁重的工作 都可以啊 来 那么这个Mount 包括这个Mount 我们说它们都表示山 或者是表示攀登 或者是表示突出 注意了 尤其是表示突出 像山一样突出出来这种感觉 是它最核心的含义 来 我们看一下 第一个词叫Mouth 这个Mouth表示嘴 天然词大家都认识 我跟你说一说为什么叫嘴啊 你理解理解 这个Mouth词是导致的 这个Mouth M-O-U和这个Man 就是M-E-N这个词根 它们是一回事 它表示突出 突出出来的意思 好 也就是我们的Mountain里面 注意了这个 这个Mount 它本身表示突出 由它演变出来什么呢 这个M-O-N 对吧 不过M-E-N这些原因字母 发生改变都不影响它的含义 它都有表示突出来 冒出来的感觉 包括前面的这个Mouth 对不对 这个Mountain里面 M-O-U 它也表示突出来的感觉 所以嘴为什么叫嘴 就是脸上突出来的这个部分 叫嘴对吧 叫嘴叫做Mouth 脸上突出来的这个部位叫嘴 来我们叫做Mouth to feed 就是需要去 这个什么呢 就是我们说的需要去喂养 去虎口的人 对 后面 Keep your mouth shut 叫做让你的嘴紧闭 就是手口如瓶 叫Keep your mouth shut 来下面这个词叫Mount 这个Mount我们说表示山 山峰 动词表示什么呢 登上山峰 骑上马 或者是增加 都可以叫Mount 来我们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 好这个这个Mount此时 我们说和这个Man都是一样 都表示突起来 所以像突起来的 叫山峰 或登上山峰 增加都可以叫Mount 来我们看一下 它构成的一些常见的搭配 第一个 叫做Mount up 这个Mount up本身就翻成叫增加 就可以了 下面叫Mount his horse 就是登上了马 骑上马都行 下面叫做Mount the platform 登上了这个奖台 最后叫做Mount Everest 那就是珠穆朗玛峰 注意了 珠穆朗玛峰叫做Mount Everest 就可以了 好我们看一下 下面的词叫Amount Amount表示什么呢 表示数量金额的名词形式 好这个A表示去怎么怎么样 这个Amount表示累积 累加 去累加 到了一定的数额 叫累计总计 都可以叫Amount 累计总计 累计的数量金额 都可以叫Amount 来各位 比如说这个短语叫做Amount to 就是累计达到多少 总计有多少 叫Amount to 下面 A Substantial Amount of Time 大量的时间 这个Substantial表示大量的 好下面这个词叫Prominant 什么叫Prominant 叫做杰出的显著的突出的 Pro这个前追 我们讲过无数回了 它表示向前 表示向前 这个MN和MEN都一样 表示突出来冒出来 都等于这个Project 向前冒出来的 突出的 ENT只是个雄名凑罪 所以表示突出的 杰出的 显著的 都可以叫Prominant 叫Prominant 来我们看一下 A Prominent Politician 一个杰出的政治家 政客 叫做Politician 后面 Play a Prominent Part 有着突出的作用 或者扮演了一个突出的 至关重要的作用都行 好下面 叫Prominant 它的名词形式了 此时ENC是个名词后缀 前面都是一样的 只是变成了个名词而已 所以突出 杰出 显著的名词 都可以叫Prominant Prominant 来我们看一下 叫Come to Prominence During the World Cup 在世界杯期间 怎么样 突然间就变得 杰出 重名了 叫做一战成命 对吧 后面 Give more prominence to something 给予什么 更多的重视 此时 杰出 重名 重视 重要 都行 给予更多的重视 在某事情上面 就叫做 Give more prominence to something 下面 叫Achieve A Prominence 就是 享有 拥有一个名声 拥有名声 杰出著名名声 都可以叫Prominance 就行了 来我们看下面 下面这个词叫Move 什么叫Move Move我们说 既可以做名词 也可以做动词 它表示移动 采取行动 搬迁 调动 你看本质就是动 各种动 对 来 好 名词也是各种动 不多说了 我们看一下 好 这个 它的一些考点 第一个叫 Move on to something 就是什么 换个话题 到别的事情上面 Move on 就继续去干某事 要继续去干某事 就是 继续去干别的一个事 或者是换个话题 都可以叫Move on Let's move on to another topic 对 就换个话题 去干什么事情 Make a move 动声调动 Awise move 一个明智之举 就是一个明智的行动 所以调动 行动 搬迁 移动 都可以叫Move 名词动词 都可以 好 好 来这里面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词根规 这个Move 包括这个Mote 这个Mob 它们都表示动的意思 这三个词根完全是一回事 为辅音 T 和B 和V 这三个发生了互换 它本质上没有区别 完全是一回事 都表示动 来我们看一下 Movement 它的名词形式 前面刚才说了 MNT就是个名词后缀 所以表示运动 调动 移动 都可以叫Movement 来比如说 Freedom of Movement 叫活动自如 有活动的自由 第二个 A叫做什么呢 叫做Anime Troop Movement 敌军的调动 Anime敌人 这个Troop 叫军队 所以Anime Troop 表示敌军的这种什么呢 调动 The Women's Peace Movement 父女的和平运动 就可以了 下面叫Moving 什么叫Moving 令人感动的 令人感动的 动人的 这个Move动词 表示感动 安醉熊词后追 令人感动的 叫Moving A Deeply Moving Experience 一个非常感动人的经历 A Moving Target 一个活动的靶子 你看 它只可以表示移动的 活动的 也可以表示 令人感动的 都可以叫Moving 来 我们再紧接着往下 下面这个词叫Remove Remove 我们说表示 移开 去除 脱下来 都是可以的 前坠二一 此时 它等于Back 表示回来 或者也可以等于Away 表示离去 注意了 此时二一 它可以表示离开 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用法 各位 没几个词 你注意一下 前坠二一 一般都是表示 返回回来 或者是反复又在 此时表示 远离离开 Move表示冻碎 就是Move away 把什么东西 Move away 把它移开 挪走 去除 免掉 都可以叫Remove 比如说 Be removed from the school 从学校里面被开除了 被拿掉了 被开除了 对吧 下面 Remove her glasses 就摘下她的眼镜 脱掉了她的眼镜 拿掉了眼镜都行 好 这是动词 下面 Remove 它的名词形式 Al是个名词后缀 所以叫做 拿掉免值 移去 都可以叫Remove 比如说 The removal of a tumor 就是把这个什么呢 肿瘤 给它去掉 Tumor 表示肿瘤 下面 The removal of trade barriers 把贸易的这种障碍 壁垒 给它消除掉 给它拿掉 就可以了 这个barrier 表示一个障碍 一个壁垒 都是完全可以的 下面叫做 The removal of the president from the office 把总统免值下台 应该 此时remove 就表示什么呢 表示免值了 把总统免值 让总统下台 对吧 下面叫做 House removals 就是搬家 就是家庭的移动 叫搬家 就可以了 来 我们再往下 下面这个词叫做 Remote 什么叫remote 表示遥远的 偏远的 或者是远程的遥控器 都可以叫remote 来 我们给你感受一下 怎么来的 此时前缀而已 它此时也是表示 远离离开 MOT也表示动 对吧 所以慢慢的移动着离开 比如原来你在这 对吧 慢慢的AA 远离离开 到了这去了 越来越远 对 这种感觉就是什么 叫做 越来越远 慢慢的移动着 越来越远 越来越远 最终叫遥远的 偏远的 都可以叫remote 它就是这种 慢慢的移动着 一步一步远离 最后叫遥远 偏远的 叫做remote remote 来我们看一下 A remote beach 一个偏远的海滩 这个beach 表示海滩 下面 a remote cousin a remote cousin cousin表示表情 对吧 一个远方的表情 就可以了 下面这个词叫做emotion 什么叫emotion 表示情绪 情绪 情感 前面的e 这是个前追 等于ex 表示向外 mote 等于move 表示移动 动的意思 iron是个名词后缀 所以它指的是什么呢 这种情感方面的外露 就是动情了 说白了 就是动情了 这个mote表示动 就是往外 动出你的真情了 表现出你的真情实感了 所以叫做有情绪了 有情感了 都可以叫emotion 比如说 lose control of one's emotion 情绪失控 好 后面叫show no emotion at 对什么东西 没有任何的情绪 感情 就是对什么 无动于衷 就可以了 好 再往下 emotional 表示什么呢 叫做情绪的 感动人的 都可以叫emotional 好 情绪上面的紧张 an emotional outburst 这个outburst表示爆发 情绪方面的爆发 对 或者什么呢 情绪方面的 response 表示回复回应的名词形式 最后reaction表示反应 所以在情绪方面的一种回应 或者反应都是可以的啊 来 我们再紧接着往下 下面的词叫做promote 什么叫promote 你看它的意思 促进 进身 还有什么 促销 都可以叫promote 它的本质 这个pro表是向前 emotional 表示动 一是个后缀 向前动起来 就是promote 它的本意 把职位向前动起来 叫升值 销售向前动起来 叫促销 一个事情向前推动起来 叫做推动促进 都可以叫promote 所以促进 促销 升值 都可以叫promote 来我们看一下 比如说第一个 叫做promote economic growth 促进经济的增长 后面promote their new album 去宣传促销他们的新唱片 这个album 表示唱片 去推广宣传他们的新唱片 比如get promoted somebody gets promoted 就是某人得到了提升 晋升都可以 好 下面叫promotion promotion我们说表是什么 晋升促销 推广的名词形式 就可以了 此时爱温 是个名词后缀 来我们看一眼 比如说第一个 a job with excellent promotion prospects 有着充分的 晋升前景机会的这样的一个岗位 好吧 下面seals and promotion 就是销售和推广 销售或者是表示促销 都是可以的 promotion 促销或者是推广都行 好 再往下 下面这个词叫motive 什么叫motive 表示动机目的 动机目的一般叫做 这个motive词依然表示动 iv 它既可以做名词 也可以做熊词后缀 所以表示什么呢 用作熊词表示发动的 导致运动的 名词就是动机 就是什么样的动机 就是什么导致你发动这个事情 对 所以发动的 熊词要发动的 导致运动的 名词就是动机目的 都可以叫motive 比如说 a motive for the killing 杀人动机 下面motive power 就是原动力 或者是force force 此时也表示力量 所以原始的动力是什么 叫motive power 或者motive force 原动力 原力 好吧 来 下面这个词叫做motive 什么叫motive 使你动起来 使你有动力 激发了你的动力 激发了你的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什么 这样的一个行动力 这个motive此时 依然是表示动机 使某人产生了动机 使某人产生了想去做某个事情的冲动 叫做激发了什么什么 对不对 激起了什么什么行为 都可以叫motive 来我们看一下 比如说 motivate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激发某人做某事 鼓励某人做某事 Motivate her students 鼓励了他的学生 或者激发了他的学生 都可以 来 下面 第三词叫motivation 那就是动力 或者是激励的名词形式 好吧 前面是激发了什么什么东西的积极性 动力 IWIN是个名词洪坠 所以就激发了他的动力 有动力叫做motivation 他的名词形式 比如说这个叫main motivation for working 工作的主要动力 主要的动机 都是可以的 好吧 下面叫mobile 什么叫mobile 叫可以移动的 可以移动的 前面的mob也是等于move 表示移动 这个isle 注意了 这个isle 它就等于ibble和able都一样 这个b字幕有没有都是一样的 可以 所以前面叫动 后面叫可以 所以整个单词就是可以移动的 叫mobile mobile可以移动的 当然它也可以表示移动的名词 比如中国移动 叫china mobile就行了 来我们看一下 mobile telephone 就是移动电话 mobile equipment 移动的装备 可移动的设施装备 叫做mobile equipment 就行了 好 下面叫mobilize 就是使你动起来 使你动起来 这个mob移动 使你动起来 调动动员 都可以叫mobilize 比如说mobilize the resources 调动资源 使资源动起来 叫调动资源 mobilize international support 调动和动员 国际的支持 来下面这个词叫做 automobile 叫做automobile 叫做automobile 什么叫automobile 这个automobile表示汽车 表示汽车 这个auto表示自己 主要很重要 表示自己 这个前驻表示自己 中间这个mobile 叫移动的 可以移动的 自己移动的 就是你叫开始来以后 它自己会动 叫做汽车 叫做automobile 表示汽车 就是能够自我驱动行驶的 automobile就可以了 好 比如说an automobile accident 车祸 the automobile industry 汽车工业 汽车产业就行了 好 下面叫motion 这个motion 表示运动 注意了 我们说的物理学里面的运动 这个概念 运动动作 或者是在外交场合什么 提出一个动意 都可以叫motion 为什么呢 MOT 此时就是表示动的意思 它不表示动 N是个名词后缀 所以运动动意 来我们展示一下 比如说 Newton's laws of motion 牛顿的运动定律 各位 这个laws表示定律 motion表示运动 所以我们物理学里面的运动 就是motion 就是motion 后面 Put forward Put forward a motion 提出了一个动意 比如说我在国际社会上 在这个联合国提出了一个动意 要弹劾什么什么国家 对 叫Put forward a motion motion 所以表示运动动意 都可以的 下面这个词叫motor 这个motor我们说表示什么呢 叫发动机马达 发动机马达 或者是机动的都行 此时mot依然是表示动 这个OR名词后缀 它经常翻译成机 所以叫发动机 前面叫动 后面叫机 叫发动机 叫做motor 好吧 发动机 当然也 这时候也是汽车 叫汽车 发动机 比如说 motor vehicles 就是机动的车辆 这叫机动车辆 叫motor vehicle 这个vehicle 表示汽车车辆 机动车辆 an electric motor 电动机 由电驱动的发动机 叫电动机 motor insurance 汽车保险 此时它就表示汽车了 所以它表示发动机 或者表示汽车 都可以叫做motor 就可以了 好 下面这个词叫什么呢 叫做motor cycle 什么叫motor cycle 摩托车 为什么摩托车呢 前面motor 发动机 这个cycle 是简写字 bicycle 叫自行车 带有发动机的自行车 叫摩托车 就这么简单好吧 所以motor cycle 表示摩托车 来各位 比如说motor cycle race raising motor cycle race 就是摩托车的比赛 这个raising 表示比赛 我们看下面这个词 叫moment moment我们说表示 是瞬间 在那个时刻 时机 为什么呢 这个mots 是依然等于move 表示动 移动 变化 mint是个名词后缀 所以在很快就发生了移动 变化 就是在那一瞬间 那个时刻 对不对 那个时机 就是转瞬即时 一瞬间就发生了移动和改变 所以表示什么 瞬间 在那个时刻 在那个时机 都可以叫moment 来我们看一下 比如说at any moment 在任何时刻 就是随时 随便 at this moment 在此刻 the last moment 最后一刻 for the moment 就是此时此刻 现在 最后 the moment 什么什么 that 叫一什么什么 就什么什么 就可以了 这是一个固定的表达 后面 movie movie我们说叫电影 注意了 叫电影 为什么叫电影呢 它其实是个缩写 它是moving picture moving picture 移动画面的缩写 电影 就是用那些画面 一帧一帧的移动 哎 连串一起 对吧 叫做电影 所以这个moving picture 最后演变出叫movie 怎么来变的 各位 其实很简单 就是注意了 前面 这个moving 取了m o v i 最后的这个单词 取了个e 所以叫moving pictures 好 它是一个缩写 就是移动的画面 移动的帧 就叫做电影 叫movie 好吧 来 a famous movie director 就是一个著名的电影导演 或者电影的明星 都是可以的 go to the movies 去看电影 去看电影 好 这是我们本节课里面 讲到的所有单词 大家结合 去复习一下 好吧 我们下节课再见 我们下节课再见 我们下节课再见